今天下午A股很有可能来一个绝地大反击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今天下午A股很有可能绝地大反击尾盘拉升 为什么这样讲 接下来详细讲一下 重点是验证一下今天尾盘是不是绝地大反击 首先今天A股虽然说是下跌的 但是外资并没有大举流出 这位A股下午大反弹留下来了一个可能性 第二点就是A股今天虽然说有4900家股票下跌 但是今天咱今天没有亏钱 还是有一些在奋斗 我们知道今天的盘面是银行保险在护盘 护盘永远是护不住的 你拉银行保险想A股下午绝地大反弹不太可能 但是保留了两个活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新能源 一个是人工智能 上午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整体是上涨的 就是因为上午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总体上涨 咱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高炮机器 因为周五美股大涨 人工智能大涨 所以说今天人工智能高开 咱高开涨一个多点 抛掉了 反手补了光伏 光伏早上是大跌的 因为早上大家知道 有利空 老美那边不准备买我们的电池了 结果早盘光伏下跌了 我们把人工智能一卖 反手不入光伏 光伏就拉起来了 最近光伏还是有利好的 所以早盘给A股留下了一丝可能性 看到没有 多加深室光伏产业链 公司业绩预期 我们现在光伏的磁场量是比较大的 因为早盘人工智能上涨 人工智能上涨 我们把人工智能卖了 然后补到光伏 本来光伏就有 相当于加了光伏的仓位 所以说光伏的磁场量比较大 你看 看到没有 多加光伏产业链业绩预期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手中持有人工智能和光伏 今天不但没有亏损 而且还吃了点肉 整个元旦之后 整个元旦之后 我们主要是在做光伏和人工智能 还没有亏 万幸元旦之后还没有亏 所以说下午 凭借西东元 凭借人工智能 还有希望绝对反击 因为大家知道 上个星期四 A股怎么绝对反击的 上个星期四就是 当时人工智能加光伏 然后收出一个非常长的 特别长的下影线 今天还有可能 而且分子图 你看 这个也是早不下跌晚不下跌 偏偏中午下跌 看到没有 早不下跌晚不下跌 偏偏中午下跌 看到没有 早不下跌晚不下跌 偏偏中午下跌 所以说呢 这个跟上一次很像 所以A股下午 非常有希望 绝对反击 你说 下午跳水的概率大不大 不大 因为毕竟咱总是要一点脸面的 就是 人家 人要脸 数要皮 就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总是要有点脸面的 你说 打个比方 你特别喜欢一个女生 女生不喜欢你 然后你也不能老是追 是不是 那总是要一点面子的 那你想一想 这个A股在美股大涨 猛涨横涨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对吧 在这个外围持续大涨的情况之下 你说你尾盘在跳嘴 在大跌 面子还要不要了 而且周末的时候 刚刚说的好多内容 周五的时候 村里面还说了很多 结果周一啪来个大跌尾盘掉嘴 那面子还怎么挂得住 所以说下午尾盘不会掉嘴 毕竟你不能人家大涨 咱们大跌 人家创新高不断创新高 咱不断创新低 不断创新低 再狠也不能狠到这个地步 随时下午呢 保留了一丝的火种 保留了一丝的火种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还挺心酸的 你看 早上的时候 跨境ETF 早盘集体走强 纳指科技ETF 大涨3% 其实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 我们的股票账户直接可以买外围的股市 你买日经指数呀 印度股市呀 这个美股都是可以的 你看 早盘的时候 纳指大涨3% 日经指数2.6个点 美国50ETF涨1.79个点 中韩半导体涨了1.2个点 包括这个印度股市也涨了 现在国内的资金都在买外围的ETF 都在买国外的ETF 都在买美股日股 印度股市 你想想多凶 你想想多凶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过勤问 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篇文章吧 这篇文章还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是六国论 它这个是宋朝书群写的 书群就是苏氏 苏东坡 苏东坡的弟弟 苏氏的 这个 苏氏以前写过的吧 这个 移速梨花鸭海棠 就是那个苏氏啊 苏氏赤壁怀骨 念毒雕赤壁怀骨 对吧 那么苏群呢 他写了个六国论 跟我们的A股非常相近 相近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 六国破灭 非兵不利 战不散 必在落擎 为什么呢 他说是 以帝事情 有暴心救火 心不尽而火不灭 就是说六国呢 他之所以 对吧 这个被秦国打败了 主要是他在贿赂秦国 就是用地 用土地 去贿赂秦国 所以说叫做 以帝事情 用暴心救火 就相当于你 你拿着柴火去救火 那那个火烧得很旺 你把那个木材往上一扑 对吧 当时的火可能是压制住了 但是过一会儿 那个木材又燃烧起来了 所以这叫做暴心救火 心不尽而火不灭 那么那么当时 他就讲了什么呢 他就讲了 今日割五城 明日割十城 然后得一息安寝 起事是尽 秦兵又自已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割五个城市 给秦国 明天又割五个城市 给秦国 然后呢 终于秦国不打他了 终于晚上睡了个好觉 但是秦国只说了 我只知道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秦国又来了 而起事是尽 对吧 秦兵又自已 早上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秦兵又到了 那跟我们的A股像不像呢 非常非常像 今日人家讲 今日割五城 明日割十城 今天割点肉 明天再割点肉 炒A股就是 今天割点肉 明天再割点肉 然后第二天起来了 A股又开盘了 A股又开盘了 又开始割肉了 这就是现在A股的恶性循环 但是你要是看看美股呢 这个 今日赚五城 明日赚十城 起事是尽 这个又赚钱了 就是这么惨烈 所以说 人家讲印度股民有四亿人口 有四亿股民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们不需要研究什么 玄学 你们知道这两天玄学炒什么 炒华字背 带个华字就能涨 前一天炒龙字背 带个龙带个凤就能炒 在外围没有这么复杂 买这就行了 持有就行了 没有什么天干地支 没有什么五行八卦 没有什么两仪阴阳 也没有什么各种玄学 就是拿着然后就一直涨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人家讲外国股民 都是长期投资 你看咱这大A股 没办法形容了 没办法形容了 阿呸 这个A股就今天叫阿呸 主要是今天总体没亏 今天老师总体没亏 所以说这个亏得好像也不是很厉害 下午还有希望 下午还有希望 但是2807点了 马上就破2800了 2700了这个位置是股亚队进场的这个位置 怎么也不能够在这个位置投降 你就算是想投降的话 你要看一下下午能不能决地盘 因为上周五股指期货 交割已经完成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多头下午还是有希望努力的 而且 而且呢 还是有些利好的 你比如说 从严监管帮助活跃市场 这个从严监管帮助活跃市场呢 这个跟最近的小凡股下跌应该是有关系的 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A股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那肯定不是个例 那都是属于 山沟海啸般的多 真的 我们A股现在5500家上市公司 我估计有个两三百家都在财务造假 是最少的了 那么你想想现在机构怕不怕 怕 因为以前财务造假 到时候年底了一期报的时候 还能去找一些这个机构啊 就是粉丝业绩 找个会计公司呢 给自己做做假账 但是你今年去找谁 谁敢给你做假账 你自己也不敢呀 你说今年的上市公司他还敢做假账吗 他可能今年也不敢 就算他敢 那你觉得会计公司敢吗 会计公司也不敢 所以说今年呢 有很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报表 应该都会有巨大的问题 而这个巨大问题都会在1月31号之前显现 你看今天是20几号 因为假如说你财务异常的话 比如说下跌50% 或者说是油盈转亏 都是需要提前披露的 那么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 将会是财务爆雷的集中时刻 尤其是前一年可能造假的公司 都将会浮出水平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体财股 走得是非常非常弱的 这也是我们反复跟大家提示 最近要买大盘股为主 2023年是小盘股的市场 是炒各种体财股 但是2024年一定是炒大盘股 你看今天什么招商银行 这些都在涨 对不对 今年一定是炒大盘股 去年炒小盘股 今年不能炒小盘股 炒小盘股这个业绩 因为在注册制之下 你要知道在任何国家注册制之下 都是涨了大盘股 没有什么是炒小盘股的 就是因为大盘股在涨 所以说他们国家的股市一直在涨 只做一直在涨 知道吗 只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注册制是属于 你可以财务造假 大家去炒小票去了 所以说小盘股 其实在其他国家也不受欢迎的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那么今年 就是说重严监管 放到活业市场 今年很多公司都会爆雷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当然了 到现在为止 浙江国强也没搞出来 所以 你要说重严监管的话 你看浙江国强都十月份就发生了 这都几个月了 过去了对吧 这都四个月了 都四个月时间了 都四个月时间了 也没出来个结果 你说什么事情 查四个月查不清楚呢 查四个月肯定早就查清楚了 对不对 快进ETF涨得太凶了 我美股现在是比较弱 然后没有利好就跌 你看今天本来是有可能降息的 但是没有降 一年期和五年期的利率维持不变 这个没有降息 没有降息 这个A股就跌 A股就耍赖就下跌 监管特级调研券商 近两年APO项目保健 成交费收 就查了 因为这两年大家知道 A股 那你说很多人说 A股为什么现在跌 主要是前几年股票上的太多 股票上的太多 其实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 可能跟前几年股票上的又多 而且质量又差有关系 你要知道我们A股前一年发审制的时候 上市公司业绩就算再差 基本面再差 它多少还什么 多少还有点基本面 它可能就是说 考试的时候考50分 然后粉试成了60分 但是呢 其实它就考了50分 可能就这个区别 但是后来注册之后就不一样了 可能它就考了3分 然后呢 给它粉试成30分 一下子粉试的太厉害了 那么这就是前几年这个保健费用啊 这个券商费来挣保健费 那真的是 因为它其实不光是保健费知道吧 它不光是保健费 保健费一个一两亿 最关键可以入股啊 上市过之后一抛一卖 到时候找个基金接盘 对吧 到时候赚嗨了 一个IPO坐下来 可能都能赚四五个亿 所以说呢 你看现在开始查了 查了你前两年的这个保健费 到底怎么回事 对吧 前一年 就是这两年上市的新股质量 明显差了一大截 明显跟前 我们股民其实也不反备上新股 上新股对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上一些垃圾股 就不一样了 垃圾股它本来就是很垃圾 它上来就想点资 就想卖公司 到时候就是卖不完 根本卖不完 你出一个上了股民的信心 然后又出一个 那不就没有信任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个开始调查券商 这两年IPO保健费 估计肯定要逮击得出来 要不然的话 这A股想指跌 这个好难啊 要把这些前一年 乱七八糟的公司给 给他那啥 中心证券 预计市场将进入 越度级别的反弹交易窗口 重点关注科技 医药新能源 我们主要在做 我们现在这个 与中心证券说 进入越度级别 关键中心证券 现在就是最大的空头 空单最多 他讲的新能源板块 确实涨了 科技板块确实涨了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 就是人工智能 加新能源的光伏 我们现在主要是光伏 汽车没怎么做 因为汽车现在是淡季 光伏马上倒忘记了 包括那个 徐强的老婆 徐强老婆运营 也是中极反弹 外资 中极反弹 反正就是 你看 增量资金大幅流入 大盘价值股 显示现在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估值优势 看到没有 增量资金大幅流入 大盘价值股 显示现在市场出现明显的估值优势 所以说要买大盘股 徐强的老婆 都告诉你要买大盘股 总体要买大盘股 一定要注意要买大盘股 这个星期只有一只新股上市 刚好是华智卫 这个星期就只有一只新股 说明其实还是呵护市场的 这个公司 而且是创业版的 对于市场 这一个星期 还口气还是有帮助的 这也是说 我们说下午 A股还是有希望绝地反击的 A股下午有希望绝地大反击 但是今年 确确实实是比较惨烈的 你看 2024年短短14个就要一直 这个还不连今天 2024年短短14个交易日 A股15个主要指数中 已经有8个跌幅超过了去年全年 看到没有 A股15个主要的指数当中 已经有8个跌幅超过了去年全年 而年初至今 总共3500多次个股中 价格个股接近4800只 占比90% 跌幅超过10%的 差不多占了45% 看到没有 上涨率竟然跟彩票 就中彩票差不多 距离春节之后 只有14个交易日了 过去5年 A股发行 APO2万亿 2万亿大股东减值 4万亿直接融资 你看 这个就很凶了 总共5300只股票下跌 5300只股票中 下跌个股4800只 占比超过90% 跌幅超过10% 而且占比超过45% 你想想 这就跟中彩票是一样的 A股必须得必要来一波反弹了 再不来一波反弹 扛不住了 阅度反弹 看看这个阅度反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还是假的 就看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呢 上午的量还是可以的 上一次单真探底非常提示体 就看今天能不能单真探底了 假如说2800点 现在2807点 要是再跌破2800 到时候再喊一下老胡 看看老胡愿不愿意再加仓了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 下午见证奇迹的时刻 说